詞曲 李宗盛 真是今朝 看夢已恨 紅道貧富與黑暗 遲是歡笑 遲是苦恨 一生幾多富與感 真是今朝 看夢已恨 紅道貧富與黑暗 今天且相親 拿著他挑不相分 地老天方轉眼間二問 不別怕多變幻 風雨同路見真心 願決一又盛盛盛 想你也遲瘋了 就橫同前來回憨 地魯天方轉眼因二問 不必怕多變幻 風雨同路天真心 月絕一揚盛盛盛 Lu仔是職業鼓手 熱愛音樂的 為何認識Lu仔呢 我一講一講 Lu仔是我們的三Melo粉絲 兩年前表演了一段時間 Lu仔一天打電話給我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說Fanny 我一項禮物送給你們三Melo 他今晚拿出來給你們 我們表演那晚 Lu仔和Lu太原來在碧桂園 在大陸那麽遠的地方拿一套鼓下來 想著那一晚在我們那裏表演打鼓 我們都很開心 誰知道有人不喜歡 他說不彈 他說不彈 他打我不彈 當時我們很尷尬 Lam就說不如我唱你打吧 他唱你不要打 Lu仔和Lu仔 當時很尷尬 原來那晚Lu仔回去哭了一晚 我們時候知道我們都很過意不去 第二天我和Lam就打電話去 說抱歉 我們都夾在中間 之後Lu仔一直都沒有出來 但原來他在附近看著我們表演 他沒有過來的 那就是緣分 今年一月我們和Lam和粉絲吃完飯 想著在黃角看這個倒數 誰知道被他們撞到Lu仔和Lu仔 在黃角那裏 很開心 大家一起去吃東西 接著Lam就說 你可以回來打鼓了 開始在我們三天打鼓 很開心 也是一個很好的拍檔 大家都看到Lu仔的現場氣氛是好很多 是吧 但是在我們禮拜天的日 就是我們第一次去港島區 三天在港島區的首次的表演 也都原來是Lu仔最後一次的告別之作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原來最近Lu仔其實有點異常 Lu仔一直都很緊張 但是Lu仔最喜歡音樂和打鼓 那沒辦法 Lu仔放工都要 你看到他出來黃角去廁所都跟著他 真的很辛苦 那天原來最近Lu仔的眼睛 就以為他發炎 紅了 其實他就是這樣眼壓 血壓的壓是高了 Lu仔就覺得是有點異常 那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這些不是那麼好 我建議他要過一些很平靜很安逸的生活 例如行公園 不可以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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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這麼熱天時在旺角 都不可以 對他的血管都是不好的 被迫 沒辦法 我也不知道 那天星期一 我吃完午餐 我就打電話給Lu仔 我說你看看醫生的眼睛 他談話中 我覺得他是不妥 他平時跟我說話 不是這樣 在電話上我說 你這麼吞吞吐吐 我說是大家好朋友 你有什麼事跟我說 他開始哭 他說很對不起我們三L 他說現在成績這麼好 突然間我打不到 我說你不要這麼說 然後他在哭的時候 他說我吃藥 我要吃藥 我眼睡了 我要睡了 然後我叫Lam打給Lu仔 他都不聽電話 原來他怕Lam在電話裡 有哭 然後第二天Lu仔 是不是打給你 還是打給Lu仔 我打給他 他聽電話 都是雙手哭的 大家在電話裡 他說Lu仔說 不可以跟我們再打江山 大家都在哭 Lu仔其實是一個很好人的 很多時候 他會我之後早上班 一上火車 我就收了Lu仔的訊息 他說今天是星期一 帶齊的東西上班 真的很好 他都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Lu仔說 他有極高機會 是中第三次封的 有心無力 和你們打天下 又要過回平靜的生活 到靜下的日子 太太又救回我 我知道演出 知道他演出有異常 擔心我 戰死沙場 他說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大家3L fans 是我們對他不知 是我們對他不知 是的 真的很捨不得他 那一晚 我和Lu仔 在銅鑼灣吃飯 多謝他 這十個月來 幫我們 搞到這麼好氣氛 Lu仔也跟Lam說 Lu仔說我沒有看錯人 你是可以的 Lam 叫Lam 帶著我們3L 再創高峰 我們會不會氣氛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在這裏 衝心 衝心 Lu仔 身體健康 有朋友說 他會不會出剩我們9月15日的表演 一定會 我都即時問他 你不打鼓 你都做我們正常的嘉賓 但Lu仔說 怕他到時見到你們 那種有興奮 情緒高漲 對他的身體又不好 他要保留 未打腹落 大家都很不捨得 但我們祝願Lu仔身體健康 祝Lu仔身體健康 謝謝